這幾十年我們可以說網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發明 這個這麼重要的發明主要就是讓大家有更廣闊的空間 更廣闊的自由去發表自己的意見去收取資訊 如果去嘗試去管理網絡 如果嘗試在網絡設立更多的規矩 其實是一種違反潮流的做法 現在選管會要求很多網絡的電台、電視台 遵守一個所謂平等的原則 基本上是一個不明白網絡的性質 不明白網絡自由的重要性的做法 似乎隱然有一種限制民主派組織這種企圖 其實很簡單 任何人其實以很低的成本都可以在網絡 搞個電台、搞個溝通的平台 搞個討論、發布信息的平台 實在是沒有必要 加每一個平台都要遵從平等的原則 因為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你想想你去搞個網絡電台、電視台 是不是可以時時請到建制的人物 來發表他的意見、達成一個平衡的效果 既然做不到,何必有監人來做呢 做不到的事監人來做 是不是事實上是壓制人家呢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